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那个州立公园比较小 所以我们就在一天把它几个地方都去玩了 峡谷地国家公园呢 其实我以前并没有听说过太多 只是到这里以后我才听说然后再知道这个公园的情况 整个的这个他呢就位于犹他州的东南部 他其实是在我们说科罗拉多河和绿河的交汇的地方 其实这个公园很大 他大概分三个部分 就一个北边的一个部分 一个南边的部分 还有西边的部分 这三个部分呢是不连着 就是说你要想去参观呢 你要去三个 有三个路口 三个不同的路口 它中间就是因为有这几条河嘛 就被隔开了 其实那两个地方呢 都人际罕见 确实比较难进入 那咱们今天就不去了 对 所以我们主要是来北边的这个 北边的这块呢 叫做 Island in the sky 就是说这空中之岛 这一个地方 几乎绝大部分来这参观的人也就是到这个地方 这一个参观点呢 其实相对比较简单 就一条路直接进来 然后有不同的这个观景点 不同的景色 我们首先来了最有名的一个景色 就叫Grandview Point 就是盛景观景点 车停在旁边 你可以走过来 这个地方最主要是看这种峡谷的地貌的风光 是 为什么说这个点很有名呢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形状 那个峡谷的就是像一个大鸟的脚印 或者叫做怪兽脚印 他们各种各样的名字起的 他不说还真想不起来 对 反正是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像那个叫什么太空人下来 太空大兽一个脚踩了一下这个脚印 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观景点有几个地方了 你可以走 可以那个到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地方 其实远处是山 那下面还有路呢 可以开车 你看 其实整个的这个公园呢 非常的狂野 就是非常的慌 有很多的景点 除了这几个重名的其他的以外 你就是必须要开车去 开车还不是普通的车 因为它没有路 对 所谓它的那个路呢 就是这种土路 你只有四驱车才能开进去 而且很危险 对 很深的沟里面 下面我们来到的一个观景台呢 就是叫做巴克峡谷的观景台 这次整个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广阔的峡谷的地貌的观景台 从这个观景台的特点呢 就是能够看到科罗拉多河 如果大家从镜头上能够远远的看到有水的地方 实际上它是属于科罗拉多河 今年汉呢 还看见水了 那也还是能看见 另外一个河叫做绿河呢 是我们现在要去的另外一个景色 观景点要去的 就我们住那个绿河镇 绿河小城 是那个绿河 是吧 对 是那个绿河 我们住的那是上游 它就一直留下来 到了这呢 和科罗拉多河会合 其实在整个峡谷地国家公园里面 只有刚才那个地方能看到科罗拉多河 巴克峡谷 对 其他的地方呢 大部分看的是绿河 不过我们一会儿会去另一个十八点周历公园 那个完全是科罗拉多河 参观完这个景点以外 我们就到另外的景点 因为它是在路上嘛 就往下走 另外的景点就是另外一种地貌 首先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 叫做鲸鱼石 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这么一块石头 是鲸鱼 对 看上去像鲸鱼躺在那似的 有很多的人大概有两个mile的路 你要在上面走的话 就将近三公里 你可以在上面走 结果那天呢 解释是太热了 这天 我们呢就基本上没走 就远远的看了看 就回去了 你看那是有很多人在那个上面还走呢 对 是吧 而我们呢 就走到了 去到了旁边另外一个著名的景点 这就是那么胆大 让那么点小孩自己往山下跑 都是石头 是的 我们来的这个景点呢 叫做圆秋 或者叫做永石坑 这个地方呢 其实还需要走一段时间 对 大概有两小段 第一段呢 可能有往返是1.6公里 如果两个部分 两个点都加起来呢 是2.9公里 可能需要差不多1小时 倒是比较好走 最主要是这个有一个这么一个大坑 是圆圆的一个大坑 这个大坑在历史上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尤其是地质学家 一直弄不清是从哪儿来了这个圆坑 有最早一直在争论 可能是这种海洋地貌上升挤压成的 又有一拨人 这完全是个永石坑 永石砸出来的 不过现在的最终天象是永石坑 就认为是个永石坑 其实很高了 这个也很大 是的 我们干脆就是 我从卫星图 就Google的卫星图上截一段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能看得全了 整个坑的直径大概是五公里 它最主要是能够看到非常明亮的这种颜色 你看那个白的 其实是有一点点棕色和黑色的环 到底是这个环是怎么形成的 也在科学家也在研究 不过即使在上面看其他的地方的景色也非常的优美 因为它这个地方的这种叫做石头是发红色的 完全是那种红色的沙石 对 非常的好看 下面一个就是我们来到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国家公园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景点 叫做梅萨公门 虽然这个公门很有特色 但是我一直认为它之所以非常有名 是因为它是Windows7那个平保 就是桌面的选项之一 很多人就拿这个作为那个电脑的那个桌面图像 怪不得那么面熟 下面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我认为它是真正的一个空中之岛 的一个叫做谢飞峡谷的这个地方 它能够走过去看的这个地儿就真像一个岛似的 实际上它就是突进去那么一块 它是一个平台 半岛 对 就是类似于要水的话就是半岛 你进去了以后就能看到四周全部的景色 那这个地方最大最大的特点 是在整个的这个峡谷上面有一个公路 对 提醒的 这叫知志型的 就是两边都有这个公路 所以说最早就是印第安人就从这走 后来就变成了这个公路 一点点往下一点点往上 这个公路呢至现在 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开着走开下去 然后还可以从别的地儿或者当这个地方开上来 有车里走开 有 有很多我们在这看到很多车在这开 其实来这的一个主要的很多人冒险是开这条路 但是老郭是没那个胆量 不敢在上面开了就没有开 我们就在上面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是远远的 其实据说是开上去啊 有很多因为旁边就是颈癌的类似于像悬崖似的 其实还是很害怕的 对啊 就是你看 如果以后朋友们来这儿的话 有胆量比较足的话 可以在上面真正的去开一圈 开一个来回 其实可能会很好玩 对 参观完峡谷地国家公园以后 我们出来就拐到旁边紧挨着的 叫做石马点 周立公园 这个石马点 周立公园呢 还需要萌票 因为我们这次买的呢 是国家公园的年票 对 所以到所有的国家公园都不需要再买票 但是这种周立公园呢 还需要花 记得20块钱 要进来 结果来了这儿以后呢 天气还有点阴了 这个石马点 周立公园呢 很小 但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它的景色 据说是在美国的所有景色里面 上进率最高的 这个点之一呢 它整个的就是在一个孤岛上面 就孤孤的一个岛 只说一叫石马点 是说以前在这一代呢 有很多印第安人 有很多野马 这种野马 他们呢就要捕获的挑选野马 那就把这个野马赶到这个 这个孤的岛上面来 然后把前面那个大概只有20米左右 的一个宽度的一个关口呢 给它关起来 就在里面可以挑这个马啊 什么之类的 结果有一次呢 据说是这个 关起来以后 他们不知道为啥就没有回来 就走了 结果上面据说是有几百匹马 就看着下面的科罗拉的河 的河水 喝不着水 愣渴死了 对悬崖太深了 据说就 这个地方就叫做了石马点 这也是一个历史的传说 具体是不是真的 谁也不知道 不过 现在人家就叫这个名字 挺漂亮的这个地方 很壮观 我们用一个Google的一个图 三维图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么一个高高的一个平台上 据说很多好莱坞的大片 都是在这个地方拍摄的 整个的石马点四周几乎都是景色 科罗拉的河在高地的脚下 蜿蜒流向西南 而且整个这个设施呢也很好 步道修的也很到位 你在各个景点可以看峡谷地貌 整个科罗拉的河像额颈状的 穿过了整个谷地 尤其是整个这个峡谷 有红色的黄色的再加上绿色的河水 和湛蓝的天空 仿佛一幅绚丽多目的画卷 展现在你的面前 不愧为最上镜的景点之一 关于今天的情况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谢谢大家 下次节目再见